很多人保存毛豆都是直接超过水以后放你冰箱里面冷冻保存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我今天跟你分享一个农村老人用了上百年的保存毛豆方法 其实很简单 这样保存的毛豆放一年都是新鲜的 这一个方法 没到这个季节十里八乡的人都会去跟他学 我们在剥毛豆的时候 如果中间有这种坏掉的毛豆 我们一定要给它扔掉 如果放在一起保存 很容易坏 保存不了多久 我们在剥毛豆的时候 切记不要把外面这层白色的膜给它弄掉了 其实它是天然的保护膜 很多人都会把这层保护膜戳掉 其实是不对的 它能够起到保护毛豆的作用 很多人在保存毛豆的时候都是先焯水 其实那样是不对的 焯过水的毛豆很容易走味 而且吃起来没有毛豆的清香味 焯过以后吃起来水了八叉的 主要是焯过水的毛豆 它的营养会流失 正确的做法是在毛豆的里面喷上一点高度白酒 不需要太多喷个几下就行了 喷上白酒以后 这样能够很好的给毛豆撒一下菌 这样我们在保存毛豆的时候 保存了一年它都不会坏 照样新鲜 第二步 我们在毛豆的里面加上一勺食用油 然后再用筷子轻轻的给它翻拌均匀 加入食用油 也是为了给毛豆上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能够很好的隔绝冰箱里面的潮气 而且它的营养还不会流失 做这一步主要是为了给毛豆保鲜 然后我们再准备适量能够密封的保鲜袋 再用个勺子把毛豆摇起来 然后再把毛豆装进保鲜袋的里面 装的时候不要装的太满 装个八分满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袋子里面的空气给它排出来 再把毛豆的口我们给它密封紧 然后直接放进冰箱里面冷冻保存 我们也可以在空白的地方协商日期 先放的就先吃 你按照我这个方法保存的毛豆 保障吃的时候就像新鲜的一样 而且能够保存很长的时间 基本放个一年没有问题